他被称为乒乓球史上最佳球员 他在巅峰时期是对手文风丧胆 他是拼弹历史上第七位大满贯选手 也是继刘国梁 孔定辉后 中国南拼史上第三位大满贯选手 提起他大家总用脏袄和血性来形容 他就是当今世界拼弹最优秀的运动员张继科 当初与景田公布恋情轰动全网 如今分手两年张继科再与新人精神 景田现处于什么境地 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张继科的传奇人生 1988年张继科出生于山东青岛 张继科父亲是一位乒乓球运动员和教练 在退役后就在青岛当了一位少儿乒乓球教练 从五岁开始张继科就开始跟着父亲 开始学习打乒乓球 父亲的严厉更是成就了现在的张继科 没有童年只有无休无止的训练 没有玩具只有乒乓球拍 为了训练他的协调性 张爸爸从张继科七岁开始就带着他下海 这一段也成了张继科的童年阴影 现在看见大海就想吐 不过在张爸爸的训练下 2000年张继科就被山东鲁能乒乓球队的教练看中 由此进入了乒乓球队 进鲁能的第一天 张继科就在日记本上写一年以后进国二 2002年直接进入了国家二队 同样进二队时他又写一年以后进国一 果真2003年1月进入了国家一队 虽然能吃苦不服输 可是他同时也处于叛逆气 这样的性格显然与队里那些谨慎听话的乖孩子不同 在国家队一度被认为是问题少年 这样的轻狂和叛逆 也使得张继科跌了一个不小的跟头 因为违反对归被退回了省队 这件事对当时只有16岁的张继科有了很大的打击 回到省队的第一天 张继科就剃了个光头 谁也不见 那时的他甚至产生了不再打球的想法 可是转年一想 别人越是觉得自己不行 自己就越要证明给他们看 于是他收起了急躁和脾气 前所未有的拼命训练 终于在2006年 凭借着自己的实力重新回到了国家队 在2008年张继科展露头角 他作为山东鲁能的头号主力出场 长时间占据了胜率榜的前三位 在南丹比赛中 连胜马林 王立琴和王浩三名奥运冠军 一举拿下了南丹冠军 在2009年团体世界杯比赛中 张继科一路连胜 为中国队夺得冠军 立下了汉马功道 2010年亚洲杯 国际拼联巡会赛上 张继科都取得了冠军 更是在联赛排名中进入了前三 叹花位置 创下其职业生涯新高 仅仅两年的时间 张继科便迅速在乒乓球界 站满了脚跟 在2011年 张继科一鼓作气 包揽了同一年世拼赛 和世界杯冠军 这在乒乓球历史上 只有1991年的佩尔森 和1995年的孔定辉拿到过 张继科是第三人 在排名方面 更是直冲第二名 2014年的德国乒乓球世界杯上 在南丹的决赛中 张继科遭遇了自己的队友马龙 这场决赛 达的是天昏地寒 最终 张继科以4比3显胜马龙 获得了个人生涯中的 第二个世界杯冠军 张继科也成为了史上 用最短时间 拿下大满贯的选手 他的罚球 罚反手侧拧 正手相持 都是他必胜法宝 他的实力毋庸置疑 但是最近几年 他的伤病 成了他的主要障碍 在2015年 张继科被诊断为 双侧腰底骨裂 打了7针封闭 其中5针打尖伤 2针腰伤 这一伤病 使得他无法进行 大量的训练 就算恢复 也只能恢复到 原有的八成实力 在恢复之后 张继科 在2018年的 亚欧男子乒乓球 全明星对抗赛中 获得了两连胜 并率领亚洲队 以总比分7比3 击败欧洲队 同时还得到了 本届赛事的MVP 在事业获得成绩的同时 张继科感情上 也风生水起 礼约奥运会后 张继科走红网络 更是频繁登上 综艺真人秀 电视台晚会 也与不少娱乐圈人士 走得很近 2018年年初 张继科和明星景田 宣布了恋情 在一个小时内 张继科公布的 那条微博点赞数 就突破了43万 祝福数 更是突破6万 这对体育界大伴 和娱乐界大咖组合 献傻旁人 随着两人感情的稳定 两人一同见过了家长 甚至下一步 就要走向婚姻 可就在19年 景田和张继科的感情 出了问题 网上不断地传出 两人分手的消息 两人都不做婚姻 直到景田发布了一条 感恩曾经相遇 愿今后 一切安好的微博 单方面宣布了分手 相比之前的高调 试骇 频频发疼 两人结束的时候 显得十分低调 这么甜甜蜜蜜的两人 也终是走到了尽头 如今两个人 也分手一年的时间了 很多人都会问 景田和张继科 现在怎么样了 他们过得还好吗 而张继科最近参加了 女儿们的恋爱 与直男展的金晨相亲 第一次优惠以后 张继科给金晨评了80分 这是极高的影响 尽管仅仅一起吃了个晚餐 可是金晨性格开朗的信心 完全吸引了张继科的眼光 在金晨大快朵移的情况下 张继科就隔三差五 外露吃汗笑 在约会一整天之后 导演问起张继科 是否对金晨心动时 张继科立即冲着 摄像镜头告白 和金晨在一起的每一秒 都是心动的瞬间 对的 错的 都是一瞬间 而景田在分手以后 回归以前忙碌的生活 拍戏 分拨于各种活动 在一次活动中 景田被主持人 问到感恩和理想的关系问题 她对着镜头回应感情问题说 人生嘛 就是 都会有 殷勤缘缺 然后也都会有 顺境逆境 这些都是我们决定不了的 那我们能决定的 就是用一个 好的心态 有一个感恩的心 去面对人生的经历 现在的她 和之前盼若两人 随性潇洒地过着每一天 既然已经分手了 那就各自安好吧 期待景田 带来更好的作品 呈现给大家 因为无论是演戏 或是感情 她一直以来的态度 就是心怀感恩 不断地去努力 此前爱的种种 如今都已过去 也只能是 祝福两人今后 各自都越来越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